批评朝廷可是要杀头的嘛 你们竟然在那边 羞辱别人的外表沾沾自喜 然后去攻击与政治无关的品牌沾沾自喜 你们就是社会的毒瘤跟败类 给我这么好的素材 让我把塔绿般的丑恶 展现在大家之下 对于这些哥布林来说 我刚吃了一堆的义美产品 我就是代言人 不要忘记出真哦 不要看到义美两个字就吓到瑟瑟发抖哦 绿营金主就怕了是不是 不过很可怕 截图我吃东西的丑照吗 翻白眼的样子吗 觉得用这种方式羞辱人会成功吗 你要幼稚我陪你啊 你看我们都置入这么多义美商品了 怎么办 截图下来到处放送 然后上面要写说 义美代言人许巧新 然后你们疯狂出真堂 不要忘记 最近民进党的网军又开始活络了起来 大家有感觉到吗 2022年的时候呢 因为民进党的侧义网军非常的讨人厌 所以呢基本上民进党输有很大的一个理由 是因为侧义网军太讨厌 举例来讲像是四叉猫 四叉猫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嘛 大家还记得陈时中跟那个免治马桶的影片嘛 那帮陈时中败了多少票 还包含那个无良公关事件 那2022年选完之后呢 输了嘛 那选输之后民进党有一度 他们就有一点点在讲说 好那不要再用这些侧义网军了 后来他们打赢了几场 包含这个南投的补选 那南投的补选打完之后 看起来过去很猖獗的侧义网军 先暂停了一下 可大家有没有最近发现 民进党的侧义网军全部又回来了 除了像四叉猫之外 像现在还有鸡排妹 本来说想要代表民进党参选 可是呢 没有人要让他选 没有地方让他选 那他呢 也开始出言去攻击很多 跟他意见不同的人 他们可能觉得呢 因为柯文哲在年轻世代 尤其是网络族群的支持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就透过这些侧义网军 刻意的去打击抹黑 这些所谓的知名的网络意见领袖 例如丁特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哇 现在侧义网军又正式回归了 那当然我也是第一个 这个被波及的对象 其实他们去弄我的东西 已经很久了 那也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手法 基本上他们就是会先看我 比如说每天主持节目啊 什么的 然后穿什么衣服 不用我穿这个衣服 他们就去网路上以图搜图 然后找出那件衣服 然后再找那个穿那个衣服的model 然后再选一张 就是我穿那件衣服最丑的照片 然后把这两张照片并在一起 想要讲说你看人家穿都这么漂亮 那徐晓星穿特别丑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做法呢 非常的低级 第二个是其实我根本不在意啊 我觉得真正有自信的人 并不会因为别人说你长得丑啊 身材不好啊 然后怎样就讲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你就觉得说 哦那我觉得很受伤 其实我不觉得 这只是显露出了 你这种攻击外表 攻击性别 这只是显露出了塔绿班这群人呢 都是非常的low 基本上呢就是幼稚园等级 而且相当白痴 除了丁特被出征之外呢 我每个礼拜一在五星饷宴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吃播节目嘛 然后大家也知道 ET Today跟东森购物 他们其实同一个集团 所以呢 这个东森购物 他们有在网路上卖的一些食品 有时候就会提供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上吃 那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优惠啊等等的 我们就就边吃边宣传 最近两个礼拜吧 就给我们吃这个万岁牌的坚果 那没想到我们就在上面吃万岁牌的坚果之后呢 就有其实只有一个网友而已 就很无聊哦 他就跑去问这个万岁牌说 那许晓星是不是你的代言人 然后呢 当然我就不是啊 我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做代言 然后对方当然也就说不是啊 没有 然后说完之后呢 他就说什么 啊这个 对啦 还好你没有 如果你找许晓星做代言人的话 我就去买你的产品 就骂了我一顿 然后塔绿班呢 就全部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自己赢了 我不晓得赢在哪里 这就是幼稚园幼幼班的一个行为啊 第一 我从头到尾没有代言过 这个万岁牌的坚果 再来 如果政治人物吃了东西 就代表说他代言这项产品的话 那我平常每天照三餐在外面吃饭 那是不是我也成为了这些厂商的代言人 那我干脆我饿死算了 为了不要让他们被塔绿班攻击 那是不是饿死算了 第三 我就说我不是代言人嘛 所以我根本没有收钱 连这个所谓业配跟置入 我都没有收钱 就是说他对我而言 根本连业配跟置入都不是 我在主持五星饷宴的时候 我是没有费用的 我就是当主持人而已 所以如果有代言的话 应该有代言费吧 应该有签约吧 我完全都没有 所以我根本就不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那你却用一个网友在网络上面问了这个品牌方 品牌方回答给你一个事实 然后你去把他做文章 然后让所有的绿媒争相报道 说哈哈许小新被切割 这是何其幼稚无聊的一个新闻 对我来说我真的是欲哭无泪 然后哭笑不得 因为就是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一个群体 我必须告诉大家 你可以支持民进党 但是呢 你不要变得跟塔绿班一样 你变得跟那群塔绿班跟哥布林一样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很看不起你 会觉得你是这个社会上面非常底层的团体 这只是更让大家知道 侧翼跟塔绿班很白痴而已 就是你是让你的水平跟水准 然后被人家看到你的脸被打得多重 这么尴尬的事情 我觉得只有真的是哥布林他们才做得出来 你们既然这么不爽我们这个吃万岁牌的坚果 我们今天就要来宣布 亲爱的所有的哥布林 塔绿班网军请注意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万岁牌坚果之外 我们还要吃别的东西 记得哦 你说的哦 我吃了某样东西 等于我就是代言人 然后呢他就要聚买那样产品 而且他们还要一起去出征那样产品 要去出征那个厂商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义美大全餐 各位亲爱的塔绿班好朋友们 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义美的东西 代表说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就是义美的代言人 那我做义美代言人你们要出征谁呢 义美现在瑟瑟发抖 好记得哦 塔绿班不要说你只敢出征人家万岁牌 不敢出征义美哦 不要那么闹哦 碰到你自己塔绿班品牌你就怕了 我看我现在边翻白眼边吃给你们看 一定要记得截图哦 你不要说万岁牌的时候就截图 代言人可恶 俱买俱吃 我现在吃义美小泡芙的时候就闭嘴哦 不要那么闹好不好 你要幼稚我陪你啊 我要开始吃义美小泡芙哦 不要忘记出征哦 不要看到义美两个字就吓到瑟瑟发抖哦 绿营金主就怕了是不是 我已经吃这么多样义美的产品了 没有出征说不过去耶 不可能没有出征吧 不要忘记哦 你看我们都置入这么多义美商品了怎么办 你一定要把刚才吃东西很丑的样子的这个许巧心截图下来到处放送 然后上面要写说义美代言人许巧心哦 然后你们疯狂出征他哦 不要忘记 我想要跟大家说 被民进党那些低能的幼稚无耻没有下线的塔绿班攻击出征跟霸凌的时候 绝对不要跟他们低头 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么糟糕的群体低头 我们行的正做的只有什么好对他们低头的 今天我在节目上面吃人家公司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那有什么好去出征人家的 就你有种对着我们来嘛 你去欺负厂商干嘛 民进党这些哥布林塔绿班真的是笑死人 你们去出征人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善良的厂商 然后逼着人家几乎是要道歉了 然后呢还把留言关掉了 要避免你们再继续出征了 你们竟然在那边开心 觉得你们还要做了一件很爽的事情 其实你们就是社会的毒瘤跟败类 社会上面大多数的包含中间选民都知道 你们有多低能 只是呢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 因为你低能到你也只敢躲在电脑的后面 然后打打字而已 你根本也不敢站出来 羞辱别人的外表沾沾自喜 然后去攻击与政治无关的品牌沾沾自喜 知道吗做这种无聊又幼稚的事情 只有你们会高兴而已 丁特是不是前一阵子也被出征了 他就说以后我会乖乖的只敢认真批评在野党 为什么要出征丁特 因为他讲了大实话嘛 他讲说你这个反诈骗办公室编了这么多钱 但你实际上面你都在做什么办公室 所以我们就讲啊 批评朝廷可是要杀头的嘛 被质疑了实在是我的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谢谢政府谢谢党 谢谢蔡英文耶